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柏妍 很會轉耶 當然 等一下就有好看的囉 搖搖搖 整整轉 到底他們看到什麼東西呢 吸吸吸 柏妍又發明了什麼怪東西 喔 不會吧 冰塊可以煮鬼一杯水 旋轉這麼轉才不會頭暈 柏妍 停 密切鎖定 我們踹科學的首播 保證不會旋轉你 真的 人不分男女老幼 貧富貴界 地不分南北东西 街頭校園還是處來的 全民一起踹科學 好的 我這個科學實驗家 今天又有一個小小的科學玩具 要來跟大家玩囉 薇薇 讓妳猜一下 這個有什麼科學原理 動力 不是 坐力反坐力 錯 還是地球引力 錯…怎麼每一個猜對了 好 這個我先講遊戲規則 妳可能就知道了 就是我想要讓大家試試看 可不可以讓這兩顆球 待在瓶子的兩端 超過三秒鐘 我知道啦 就是用 等一下… 妳真的知道了 不可以公布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要來上街頭 踹科學 不想辦法看有沒有辦法讓那兩顆球 同時在兩邊 然後維持三秒 妳用各種方法去試都沒關係 妳也堅持一下 三秒鐘 好 轉上來可以嗎 是 來 這的話也是 真的 可以開很難心的嗎 對 很難 它又搖了 謝謝 真的 真的 好 很好笑喔 我好 漂亮 他也是 大家第一次想到的是這個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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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玩到驗世 好 快點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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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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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嗎 好 打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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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喔 一定要最邊邊 要最邊邊 很好耶 成功了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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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試試試看 真的耶 怎麼可能是這樣子啊 哇 來…起幾雷… 沒問題 簡單喔 你看 有什麼訣竅… 其實就是旋轉的速度 只要快的話就會成功 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可以說對 也可以說不對 為什麼會不對 因為離心力 那如果離心力不存在的話 是什麼力讓這兩顆球 可以在瓶子的兩端啊 這一時半會兒也有點說不清楚 不然這樣 我們來看一段動畫 大家可能就比較知道囉 一動你就懂 離心力不存在 物體做圓周運動時 因為慣性的作用 會想沿著圓周切線方向飛走 只要向心力持續Hold住物體 物體就會乖乖和軸心等距離繞圈 但向心力一旦消失 球真的沿切線方向不回頭啦 同理旋轉瓶子 球也會往切線方向移動 但受限於瓶子的形狀 球只好朝遠離旋轉軸周 中心的方向跑 注意到了嗎 讓物體沿切線方向飛走的 是物體的慣性 不是離心力喔 所以離心力是不存在的 所以說旋轉中的物體 會有想要遠離軸心飛出去的感覺 是因為慣性而不是離心力喔 是啊 那慣性又是什麼呢 稍微幫大家小小補習一下 慣性就是物體抗拒運動狀態 被改變的這個特性 就像是我們在坐公車的時候 如果公車突然間煞車 然後我們會有一種 想要往前的感覺嗎 對啊 因為在搭公車的時候 車子一直在行進嘛 所以我們就會一直習慣 這個運動狀態 它一煞車的時候呢 我們還在行進的感覺 但是它突然煞車 我們就會這樣 這就是慣性的展現 慣性 所以是慣性 而不是離心力 那為什麼會有 離心力這個詞出現啊 妳手借我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圓周運動 妳要小心喔 來 預備 開始 薇薇 現在呢 如果以我為軸心的話呢 我就是提供一個向心力給妳 所以妳在做圓周運動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妳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本身的慣性 所以會讓我有一種 想要飛出去的感覺 對 沒有錯 就是這種 遠離周心要飛出去的感覺 這就是離心力 這個詞出現的原因喔 但是其實剛才整個運動裡面 只有向心力啊 不是因為離心力 是因為什麼才想飛出去 我本身的慣性 沒錯 那既然是這樣 可是我們大家 都誤用了離心力這個詞很久了 我覺得離心力這個詞 聽起來比較親切好懂吧 這樣說也是啦 那為了溝通方便 今天呢 我們還是借用離心力這個詞 來解釋生活中類似的現象喔 好耶 那離心力的這個現象 會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的 哪些應用啊 不然這樣我們來玩一個 快問快答 等一下接不下去了就算輸 好 誰怕誰 好 開始 生活中離心力應用在哪裡 好的 快問快答 妳先 男士想先 好 我先 來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媽媽在家裡用好繩托的時候 有沒有 她這樣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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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個水槽 就可以這樣子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把水給甩乾 好 正確 該我 當濕濕的衣服 在高速旋轉的脫水機裡面 水就會被甩出去 好像也是正確的 第三個我想到的是 那個雨傘 當我們高速旋轉雨傘的時候 水珠就會這樣噴噴… 也是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好 正確 該我 我知道 又熱又稠的糖漿 在棉花糖機裡面 也是因為高速旋轉的關係 就會把這些糖漿抽成絲 就變棉花糖 這麼厲害 對吧 糟糕 我剛剛想的都差不多了 還有 3 2 1 水流星 水流星是什麼 一個特技的項目 它是一條繩子 旁邊綁著兩個碗 然後當這個繩子高速旋轉的時候呢 旁邊的碗的重量的關係 就會把繩子給撐直 然後這也是因為離心力 我有畫面耶 好 那我知道 這個你正確… 可是我… 來…我怕死 我想不出來了 1分 1分贏了… 怎麼會這樣 我竟然是無老訓喔 我給妳一個敗部復活的機會 好不好 來囉 道具 來 這是一個 等一下呢 你只要想盡辦法 可以把這桌上的紙蟹吸乾淨 不是… 妳要這樣 妳要做什麼 我要吸出來啊 不是啦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 我給妳一個提示 妳要做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的話 方向很正確喔 來喔… 這樣子對嗎 這樣子嗎 有沒有看見… 好美喔 耶 要吸了嗎 可以吸耶 這樣子對嗎 對 恭喜妳答對了 妳也得1分評收 謝謝柏妍 妳這個是很厲害沒有錯啦 對啊 我的 可是柏妍 來 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是吸了 紙蟹是吸到了啦 但是你看看我後面的地上 加碼屋 你看啦 這樣子紙蟹掉滿地 妳也幫幫忙 這是一個概念嘛 妳應該要這樣在這邊 來啦 要變一個這個 妳應該要這樣 怎樣 這樣子加一個網子 這樣子套起來 這時候呢 再來動 有沒有 才可以吸在裡面啊 是不是 紙蟹就不會飛出來了 真的沒有飛出來了耶 這樣知道了嗎 真的 好好玩喔 家事女王教妳一下啦 妳這個概念我採納 不錯… 好 那我們就再繼續來踹科學囉 有實力的主持人 經得起科學考驗 好的 這個單元呢 我跟薇薇邀請到了 IQ超過140的科學妹 她呢要來設計很多科學難題 來考驗我跟薇薇的交情 是啦 是科學實力啦 對 薇薇 先說好喔 等一下比賽不論輸贏 都不可以破壞感情喔 OK…請多多指教 我這個人呢 沒什麼得失心啦 不用擔心 你得失心最重啦 不能走行喔 薇薇 薇薇 踹科學 科學妹請出題 藍色戰士 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變一個魔術 這個魔術呢 這邊有一個冰塊跟一杯水 我要使用冰塊呢 來把水沸騰 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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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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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神奇 真的耶 科學妹 你好厲害喔 太神奇了 剛才啊 冰塊丟到水裡面 不是把水變冷 反而讓它沸騰 這是怎麼回事啊 對啊 科學妹儘管放馬過來 沒在怕啦 好 讓我們準備第一題 為什麼一顆冰塊可以把水煮沸 A 冰塊是乾冰 B 水已經達到了沸騰了 C 冰塊有玄機 3 2 1 請作答 好 不一樣 我覺得是B耶 因為冰塊不可能把水煮沸 所以應該是 水已經到達沸騰的這個答案 比較有可能 NO... 我跟你說 根據我變魔術多年的經驗 冰塊裡面肯定有玄機 它裡面有 可能放了一些什麼道具 然後按一下遙控 它就讓它滾 真的是這樣嗎 別猜… 我們進來看一下 我們有什麼玄機 你看一下那個冰塊 對啊 這個真的是冰塊耶 這不是乾冰耶 是啊 你看吧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 C 冰塊有玄機啊 裡面到底藏了什麼玄機呢 NO... 這真的是冰塊 不然我你看 好 科學妹 傻眼 真的傻眼 你沒事吧 你還行嗎 所以真的是冰塊耶 那正確答案不就是 真的就是B 水已經到達沸點耶 不對啊 水如果已經到達沸點的話 那它肯定會冒泡泡 然後滾起來啊 但是為什麼是這樣 讓我們看下一題囉 這個實驗的現象 最接近的科學原理是 A 塗沸現象 B 大氣壓力 C 冰塊的放熱反應 3 2 1 請作答 E 塗沸現象 來 你說說看 因為不可能是冰塊的放熱反應 冰塊如果放到水裡面的話 是C 熱 不是放熱 對 跟我想的是一樣的 那B 大氣壓力也滿奇妙的 因為大氣壓力感覺在說的是 氣體的壓力 是嗎 到底答案是什麼呢 讓我們看一片找答案 微波爐的加熱原理是利用微波 讓水分子產生震盪 水分子震動得越厲害 溫度就越高 這種加熱的方式不容易產生對流 所以當液體加熱即時到達沸點 液體表面也可能看起來 風平浪靜沒有沸騰 這時如果出現外來的物質或勞動 瞬間打亂原有的平衡狀態 液體便瞬間沸騰 這個現象我們牽它 突廢現象 所以我們答對了 對 太開心了 只不過說到突廢現象 我就覺得好危險喔 之前我就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有人拿清水 到微波爐裡面去加熱 然後結果最後突廢了 是不是很危險 對 好像一杯水 如果已經到達了它的沸點 可是它卻很平靜 都沒有滾動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你有加一些糖啦 奶粉啦 甚至是冰塊 丟下去讓它擾動 它可能就會 所以柯玄妹 如果我們把筷子或是湯匙 來攪動 就是我們已經加熱過後 微波爐加熱的水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突廢 沒錯 其他的液體也會嗎 好準喔 這就是我們下一體耶 我 以下拿些液體 用微波爐加熱後 放入外來物質 也可能產生突廢的現象 A 紅茶 B 紫菜湯 C 牛奶 3 2 1 請作答 我來不及了 我拿了兩個 兩個 我覺得是C 牛奶 這純粹是我個人的生活經驗 因為我有過用微波爐加熱牛奶 然後突廢 但是A跟C 我實在是不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的耶 對 藍色戰士答案是哪一個 好 那讓我們來看實驗 找答案 所以 又得1分 好厲害喔 到底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紫菜湯喔 好 因為紫菜湯裡面其實有一些海帶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調味料 好 那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讓他們 輕輕產生一些擾動 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氣泡已經慢慢產生 這時候就不容易發生突廢喔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突廢現象啊 喔 好 假設你是要微波一杯水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隻非金屬的筷子 放在裡面 這樣它在加熱過程當中 就可能又發一些氣泡產生 避免突廢的現象 但是真的要注意 微波乳裡面真的不能有 任何金屬的物質 是的 所以要非金屬的一個湯匙 或者是筷子這樣 沒錯 金屬不能微波喔 說到突廢現象 真的是滿危險的 所以今天學到了這些呢 就可以讓我們跟突廢現象說 掰掰 掰掰 太棒了 所以 我們今天的這個科學檢定的分數 應該出來了吧 對啊 薇薇 兩分 耶 那萬博願 也是兩分 耶 好 可是這學妹 我剛剛最後那一題 有答對一半耶 算半分吧 對耶 好啦 那薇薇多加 0.5分變2.5分 1.5分就對了 冷… 這樣撒奶也可以 阿蘇的會怎麼樣 我有一個驚喜 那我們來抽一支先吧 好 抽籤是不是 這支 OK 好 想成為強者 請跟著林老師一起 動詞動 舉啞鈴跳舞一分鐘 好… 這不是驚喜 這是處罰 很驚喜啊 好啦 做一檔… 來 這兩支交給你啦 Ready go 我要成為強者 我先走了 拜拜 好好笑喔 生活大小事 踹科學幫你找點字 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想不想讓你們的日常 變得更有創意 做事更有效率啊 是的 只要將任何 你的科學疑難雜症 在我們的 來投稿告訴我們 就會請科學妹 精選問題來回答你們喔 那今天我們又要來 回答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原地轉圈 頭會暈站不穩 該怎麼練可以轉不暈 對耶 這也是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困擾 每次如果去遊樂園 玩那個旋轉杯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轉得我都這樣子 頭暈目眩的都會很想吐耶 但是頭會暈又是為什麼呢 這我也不知道耶 對啊 不然我們就 科學妹 我們需要妳 我來了 藍色再試試 藍色再試 趕快 趕快 藍色再試 快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轉圈的時候 頭會昏啊 在解釋之前 我要先帶大家玩一個遊戲 待會兒我要請大家到後面 轉15圈之後走直線 看誰最快拿到這兩顆球 好 我一定可以拿得到的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加油 開始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四圈 四 十五 好 加油… 可以… 可以… 天啊 怎麼樣啊 還可以嗎 不可以 超級暈的 太暈了吧 為什麼會暈眩呢 好 那我們要從耳朵的構造 開始彈琴 是 在內耳的部分 裡有一個叫做前庭神經 在這蝸牛上面這一條 沒錯 是 那在這個前庭神經裡面 有一個很像絨毛的部分 的結構喔 很像水草一樣耶 對啊 那這個絨毛周圍其實有很多液體 是 那我有做了一個道具 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好 這個就像水草 就是我們說的絨毛 周圍有很多液體 是 當我們人在轉動 或是晃動的時候 像這樣 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水草 發生什麼事情啊 就東倒西歪啦 真的 對 而且跟著一直搖盪 一起搖盪 對 當我停下來以後你看 它還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 然後慢慢會回來這樣子 對 慢慢會回來 那我們人的神經 其實就接在這個絨毛的下方 所以當我們感覺到 不暈的時候呢 除非這個絨毛 開始恢復直立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不暈眩 那如果說我們還是想要試著 旋轉但不會暈 這個有辦法練習嗎 可以喔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這時候其實你只要 眼睛盯著遠方 一直看著喔 當你身體轉動的時候 忽然很快速地盯回來 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不停地旋轉 相對感覺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暈喔 可是為什麼啊 這跟眼睛也是另外 好 那博遠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還是我們再來試試看 OK啊 反正我現在水草 已經恢復原狀了 一樣15圈嗎 15圈 15圈 好 是掌握技巧了嗎 對 沒有問題 Ready Go 頭留著身體轉 頭回來 1 2 3 4 14 還是有點暈喔 15 來 14 15 各位朋友 我成功了 對… 我有好多了 但是還是有一點暈 我想這之中的差異會不會是 還沒有學這個方法之前 我們在轉的時候看到的是 所有的景物都在跟著我們 一起天旋地轉 所以反而更加深了 我們會暈這件事情 可是換了另外一個方法之後呢 我們會先看著一個點 然後他們都不會動 然後在轉的那個過程呢 我們都視而不見 在天旋地轉的狀態 然後又看著一個點的時候 就好像沒有這麼暈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練習的喔 大家回想一下 不然你看像芭蕾舞者 如果是有一些流冰選手 他可以在原地一直轉圈圈 對… 轉個幾十圈都不會暈 回想一下 他們的動作 是不是跟我們剛剛很累 所以這是可以靠練習的囉 對啊 那科學妹 我還想知道 如果我們去遊樂園啊 玩旋轉杯的時候 到底我們的視線 應該要看哪一個地方 在結束的時候 才不會這樣天旋地轉啊 這個啊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 我有一個小方法 就是你可以盯著一個 不會動的地方來看喔 例如說 像我們咖啡杯抓著那個扶手 你就盯著那個扶手 它不會一直轉圈圈 喔 真的嗎 對… 你就直接去試試看 看看這方法有沒有用好不好 好 那我就來試試看吧 好 拜拜 那我走了喔 拜拜 我在現場找了一位朋友來陪我 那你OK嗎 好 我有點不OK 好 那我們去玩吧 OK… 紙釘著你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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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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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我是不是看起來很輕盈啊 一點恐懼的感覺都沒有耶 我發現用看學妹的方法 真的是很寬用 太棒了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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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怎麼樣 試完結果怎麼樣 我跟你們說 我聽科學妹們的建議 就是在做旋轉杯的時候 將我的視線稍微有一點往下看 看著一個固定的地方 真的在結束時候比較不暈 原來這樣子真的有幫助 希望有回答到 問我們問題的這個朋友 這樣子 我們現在都是旋轉達人 我們就邊旋轉 邊跟大家說再見好不好 好啊 G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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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體做圓周運動時 因為慣性的作用 會想沿著圓周切線方向飛走 只要向心力持續Hold住物體 物體就會乖乖和軸心 但距離繞圈 但向心力一旦消失 球真的沿切線方向不回頭了 從裡旋轉瓶子 球也會往切線方向移動 但受限於瓶子的形狀 球之後朝遠離旋轉軸 中心的方向跑 注意到了嗎 讓物體沿切線方向飛走的 是物體的慣性 也是離心力哦 哈哈 對離心力是不存在的